醫生學部很重要 我們請重要的主任跟我們講幾句話 好 各位媒體朋友 讀新聞的太太 大家好 基本上的話 我們是一個團隊 醫生學部最重要是要在宿前的評估 我們的肝痛脈 肝心脈 跟我們的蠻筋脈 跟我們的軟道系統 先天上來就有非常多的病例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宿前確定這個病人 他的狀況是什麼 他的大小是什麼 然後才能夠讓外科醫師能夠很精準的去評估 是不是能夠適合開刀跟他開刀的時候 切面要怎麼選 將來要怎麼樣重建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影像學部 我們在開刀之前理論上我們所有的團隊 都會合在一起開會 開會之後把影像變成狀況的評估 大家討論完之後 決定怎麼開之後 接著我們才會再去做這個手術 所以我們在所有的過程當中 會是非常的謹慎 然後非常的小細的去做我們的手術 謝謝大家